大家好我是亞當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影片 不管你是騎重機的人還是騎蘇格達的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在做電動車的影片 很多人跟我說他被這台車害放過 那英文有一句話叫做 If you can beat them, you join them 那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你們贏不了他們 就加入他們 所以我今天帶著我的電動車 來參加我們這個電動車的車聚 那他們這是一個團體 他們是一個club的活動 所以我今天帶著我的車 大家可以看到在那邊 然後現在已經有差不多20台在這邊了 很多形形色色的車 他們改裝都非常的厲害 那旁邊還有一群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同一群的人要停兩邊 不知道是不是很熟 不過沒關係 因為今天我都沒有見過他們大家 而且他們大家都蠻熱情的 那我們就等下慢慢介紹給大家看吧 那目前我是這邊唯一一台橘色的車 那我這台叫做戰狼 他是比較老一代的戰狼 如何分辨你看他的頭 他的頭這邊呢 就是沒有一個燈條 那你看旁邊這種車 那那是車主持人 Show me, show me what you got 啊, nice man 他有這個很酷的LED燈 那他有這個冷光燈的話 這台車就叫做美猴王 可以讓我面對你一會兒嗎 你喜歡在那裡嗎 對 你叫什麼 Raymond Raymond 你就是那個車主持人 對 那為什麼你拿了那一塊 在電腦盒子裡 他有一個就是海盜王的符號在這邊 還有魯夫在這邊 還有魯夫在這邊 還有什麼還有呢 然後他刺青也有海賊王 這叫海賊王 啊, and there's one too 是變形金剛的眼睛 還蠻酷的 超帥的 說真的 我的 Can I change that? 真的嗎 因為我現在是 我會想換 我看一下我的 因為我的目前是這一種燈 那他們的比較酷一點 不知道後面可不可以做兌換的動作 不過我們到後面再來看看好了 再來我們後面看到這幾台都是非常亮眼的車 他們的殼都是換過的 那這台也很扯 他整個像 這台叫什麼 變色龍的顏色嗎 What is this? like a fiber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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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他說這個你騎久了不會痛 不會 不會 他這個改裝非常的好看 那我們這樣往旁邊看呢 他們幾乎都會裝上這種腳踏 那他這個在這種陽光照下來的地方 他這邊就會開始變色 非常的漂亮 那再往旁邊看 他這邊有兩台 非常酷的車 這邊 這個是 他是有點Carbon的效果 那是配金色 然後他們的安全帽都是配這種 怪獸的安全帽 然後再往後面呢 他是有一台全金的 全部金色的摩托車 然後他也是做這種硬式的椅墊 那一樣他有這種怪獸安全帽 我記得這個有個名稱 好像是什麼異形吧 是不是 那他們今天兩個都帶這種安全帽 那他們算是這個族群裡面的 或這個 怎麼講 這個社團裡面的大佬 就是要嘛就是會長跟副會長 所以他們都帶這種很酷的安全帽 後面這台有一個變色龍 他的這個燈很像在MXR上面看過 不過我也不太知道他們怎麼裝上去的 他這裡有放音樂 所以我不太知道我會不會有版權問題 而且他這裡還有這個電動車車牌直接在側邊 今天真的是出來大開眼界 讓我再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沒有理想要跟他全靠 如果我來做一次 就做一次 我把它更加進去 也有一個活動 也有個活動 我們可能會在我們 也有個活動 我們現在差不多要出發了 我們今天也是帶著我們的INSTA360 ONE X2 今天來錄影 那為大家拍一個很酷的畫面 那我們現在先掉頭吧,走 好,現在我們出發了 大家好像都沒有看過我這一根大棒吧 大家,You like that? 好,那我們今天騎出來呢 大家都很...應該都很好奇我們這種車到底是怎樣 大家都在闖紅燈嗎還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目前下來大家都騎得滿慢的 對,那今天我們在行走之前呢 他們有做一個禱告的動作 也是我之前在網路上有看過的 就是他們這個族群會為募資 然後寄回他們的家鄉 或者是為台灣募資 然後就是做一些好事 那我騎過很多車距 我也跟很多朋友騎過車一起出遊 可是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任何一個人 是有任何一個團體是走之前 會為大家祷告行車平安的 雖然我聽不懂,可是我感覺都出來 然後他們剛剛有人也跟我講說 他們每次出發前都會這樣子 就是為大家的安全 那現在我們在這邊等紅綠燈 異常的發現 別人聽到我前面好安靜 我們整趟都超安靜 然後我不用擔心 就是聞到那個排氣管的臭味 因為有一些日本車 它的排氣管真的是 對著臉在射的 然後 那個真的有時候聞起來 真的非常的臭 像是某白色R1 AKA小偉 它的排氣管每次都對著我的臉 噴超級臭 好,那現在我們又出發了 那 路上蠻多人在看我這一根到底是什麼的 今天我們用 Instagram 390 X2拍出來的東西呢 應該說是 應該覺得是非常的酷的畫面的 對啊,那他們大家都在 欸,我發現他們真的騎好慢 真的是25耶 那這樣就沒什麼問題了吧 嘿嘿 說真的,我很想到前面去幫忙拍東西 如果 我很怕 我很怕被 他們 趕 所以 因為我跟他們真的沒有說 他騎很多次車 我現在 欸,他們都騎一直線耶 哇塞 這是 我騎過最 整齊的一個隊形 然後嘛 比起 在台灣騎 欸,他們這整團都一直線在騎的耶 好扯喔 你們自己看一下後面 他們這整團都一直線在騎的 哇 哇 HOW Man, this is crazy 欸,它都騎蠻慢的 我一開始以為他們會用飆的 那我這台車很快就沒電 因為今天這台車我是 就是他們在土塵聚會 然後我自己是從汐止過來的 那我過來的時候我是開著車載過來了 那我覺得他們這種車騎這麼慢 是因為要大家保存電力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鋰電池 不是每個人電池都這麼大 所以他騎這麼慢應該就是為大家保存電力 其實這樣也對大家好 也是我最喜歡的騎乘方式 那像我們前面這個會長騎的車 他的椅子是完全平的壓克力塑料還是什麼 哇靠我沒有看過有人用過那種椅墊 那感覺就屁股很痛 因為我在騎下來其實已經開始有點不舒服了 我也不知道他們要騎去哪 今天我們是在土塵這邊聚會 然後他們好像預計直接騎到虎頭山那邊 我記得到虎頭山好像快10多公里 20公里 那我們就慢慢騎過去 我覺得應該要快一個小時 沒辦法 我覺得他們非常的有團體的一個向心力 而且每個人都很照顧對方 雖然我有時候真的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他們講的是菲律賓的語言 那我在通訊軟體上 完全看不太懂他們在說什麼 那我一開始早上過來的時候 還在迷路 有點扯 那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得懂 因為他們那個很扯 他們連Google翻譯都翻不太出來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他們連Google翻譯我真的翻過了 完全英文中文都翻不出來 所以我跟他們說有機會的話 我應該也會學一下你們的語言 我們現在來到虎頭山了 來到我的家鄉 來到了西棚的地盤 歡迎各位來桃園地盤 來桃園一定要找你 我們現在在這邊 跟西棚 西棚有住這附近 對對對我就住這附近 我們剛才來這邊想說 桃園應該要找那兩個人 張培跟小羽 小羽好像住比較遠一點 住在比較遠的桃園 然後我問說那張培住哪 西棚說昨天我約張培騎車 不過張培好像沒有很想出來 張培好像沒有很想出來 我傳LINE給他他沒有回 我覺得他要回亞當 我以為他還在睡覺 結果他回了亞當的限時動態 完蛋了 然後我現在就看那個張培 要不要來這邊找我們 因為後面可能會跟張培他們 有一個合作 敬請期待 我們現在拿到盤子了 他說這是菲律賓的食物 這是 菲律賓食物? 對 這是豬肉? 豬肉 這是豬肉 這是豬肉 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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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怎樣? 這是 這麽嗎? 這麽是豬肉 這是豬肉 這麽很大 哦 豬肉 豬耳朵嗎? 都嘛 Ohh 那奸祭 你們這麼厲害的 這是雞肉 這是雞肉 這是雞肉跟豬肉 這個也是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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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皮的 豬皮的 我們試試看菲律賓的食物吧 感覺很香 我一開始還在擔心我們上山要吃什麼 他這個是雞肉加豬肉 他們都是雞肉跟豬肉 用這個有點沙拉的 這是豬皮 羊拌豬皮 好吃 好吃 你喜歡奶? 全部的 我們剛才看到會長在 數前 他們就是好像是 團體裡面有一個人 生活過了沒有到很好 所以他們就會大家募款 然後去幫助這個人 其實他這個之前我們就在影片新聞上有聽過 結果今天 上過新的 對 那我剛才是原本以為是餐前 不過他說 不是有一個人過的生活 沒有到很好 所以大家募款給他 我覺得 在異地互相防守的概念 超暖心的 現在這是什麼情況 好了現在我們吃完飯呢 我們現在要去上面一點拍照 那我們西棚會帶著他野狼加入我們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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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終於回到家了 今天外面 有夠熱 現在我脫一下安全帽 哇靠在裡面整個開始噴汗 那我先把車 推進來 充個電 因為我們的 Garage 也就是停車場 沒辦法讓我們外接電源 所以 欸 不要吵 所以沒辦法 我們今天只能脫 只能把車推進來充個電 那我們今天旗下呢 從土城到虎頭山 我們滿電的時候是88% 那我們現在剩下82.1 充電的話就直接 接家裡的電源就可以了 然後這是他的充電器 就這樣 直接接上去 這樣就好了 那今天真的是天氣熱到 不行我騎到後面 坐山腳都在流汗了 腳流汗會怎樣 鞋子就會臭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防禦公司的除臭自菌噴霧 來噴一下 我們的鞋子 欸要聞聞看 要聞聞看 就有 有臭味啊 每個人現在都有臭味好不好 所以噴一下這個 然後讓他靜一下 他的鞋子就不會臭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可能去洗個澡 換個衣服 等一下我現在這邊全部都在流汗 滿頭大汗 我的帽子裡面 也是全濕的 那剛好 我已經很久沒有洗帽子了 我之前帽子只要夏天 我每一兩個禮拜 每一兩個禮拜 就會拿出來洗一下 所以我內襯拆裝麻煩 你看我這邊都已經 裂開了 所有東西都已經爆掉了 那我裡面有裝耳機 有裝麥克風的線 還有裝就是藍牙耳機的線 然後 裝太多東西 所以拆裝很麻煩 今天有一個東西 要給大家看一下 是我最近開始用的 我覺得還不錯用 一樣是我們防禦公司的 乾洗消臭清潔牧師 現在我們離夏天越來越近了 天氣越來越炎熱 我們騎了一天的車回來 汗了有加倍的 我們都會記得脫下衣服來清洗 但我們常常會忘記 我們自己的安全帽 也是需要做清洗的 可是我個人覺得 我安全帽的拆裝非常麻煩 所以我喜歡用 防禦公司的清潔牧師 來清潔我的安全帽 因為他可以輕鬆的清潔髒污 挖解污垢 去除異味 重點是 他是個免拆裝清洗 使用起來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安全帽也是有個藍牙耳機 他不用特別的拆下 也能夠做清潔 若擔心耳機受損的話 可以在耳機上面鋪一塊布遮擋一下 或是拆下後再清潔 因為夏天很熱 我們騎車一定是滿頭大汗 所以我個人是建議 每週清潔一次 將你安全帽 下次戴的時候 才不會臭臭的 而且清潔完後 安全帽內還是香香的 我個人建議呢 你是清潔完後 因為他還是會有一點濕濕的 你要嘛可以放著晾乾 可是我個人是會用 電風扇再吹一下的 那這次我用一個全新的白布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前後的差異 那我們現在離炎熱的夏天 越來越近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樣的產品呢 我在下方資訊欄 會有防禦公司的連結 歡迎大家去選購 那我們這也是亞當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好! fan 談到 這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